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金山市监视委员会主席Lendon Braid来宣布的 那他也就成为了旧金山市的代事长 我们来看一下Lendon Braid宣布的这个视频 大学是在总部上康复医生的 这个非常难过的消息 是的 没错 65岁的李孟贤是于昨天晚上10点半 在Safeway商场心脏病发作 被送进了Zuckerberg总医院 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凌晨1点11分 在医院宣布医治无效 那么被宣布了死亡 对 真的很遗憾 而且在一个早期的行程看 它的行程排的是非常忙的 没错 没错 根据一份早期的行程上看 李孟贤本来计划今天是有一个市政的会议 那么李孟贤在去市的前的几个小时 还在旧金山的南区一家熟食店外 宣布扩大旧金山城市回收和赎回的计划 我想在今天的市政会上 看到这个缺席的座位 大家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沉重 我们也在这边来回顾一下 李孟贤市长他的生平 那么他是San Francisco第43任的市长 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当选旧金山市长的华裔 旧金山的人口有三分之一是亚裔美国人 他在2011年的首度担任旧金山的市长 并在2015年竞选连任 他在市政府任职有26年的时间 代理旧金山市长和市长是5年 如果新的任期结束的话 他有望成为旧金山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市长 那么他是祖籍是中国的广东台山 在西雅图出生 1978年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法学院毕业 担任了10年的民权律师 在1989年开始进入旧金山市政府工作 先后在多个部门任职 也就是说对旧金山市政府非常熟悉 2005年以来担任旧金山的行政官 负责管理多个市府的部门 2011年的1月10号 旧金山的前市长Nilsum 提前一年结束了任期 那么他去就任了 卡尼凡尼亚州的副州长 那么市议会在第二天就举行了会议 有11位议员 一致推举李孟贤作为代市长 那么在李孟贤就正式成为了 旧金山160年以来的第一位华裔市长 在2011年的11月份 李孟贤决定参选旧金山的市长 并以绝对的57%的选票击败对手 那么正式成为了旧金山160年来 历史上的第一位华裔市长 他其实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人 而且非常有自己的一个主见 对吧 没错 李孟贤最近成为了这个 川普一门最策的最严厉的批评者 他也是庇护城市运动的领导成员 他宣称旧金山永远都是一座庇护城市 那么刚才呢 讲了李孟贤的这个生平啊 我们也来看一下 其实李孟贤市长呢 可以说他是一位 tually an innovator 就是真正的一个非常有创新精神的人 而且他觉得 我觉得他很有那种创业者的那种精神 entrepreneur的精神啊 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跟他也有一些接触 在2012年就是 李孟贤市长担任市长的第二年呢 我在这个华元科技协会 在Piper Beach的一个活动上呢 跟李孟贤市长坐在一个桌子吃饭 当时他就在我的对面 我们大概圆桌坐了12个人 在这个席间呢就说到呢 大家在聊天上说呢 说旧金山呢是 这个全美国的著名的旅游城市 而硅谷呢是世界的创新制度 他感觉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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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旧金山呢 不只是你们认为的旅游城市 而且呢也是世界的创新制度 那我们就说好 那听听看 你说为什么是呢 他说因为旧金山这个地方呢 它是最代表多元文化的 然后多元的这种各种元素呀 这种文化呀这种创意 都在旧金山 你想到一个做设计的 或者是做编程的 这个工程师科技人员 你坐在旧金山的咖啡厅 然后呢你这个时候 就坐在多元文化当中 你现在的这个创意呢 就可以激发你的这个灵感 而你这个灵感呢 将来就可以改变世界 你知道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那种感染力啊 就我们坐在一桌的人都听到 哇 好像觉得旧金山是一个 特别令这个年轻科技者 向往的地方 向往的地方 对 然后他说你们就来这个 他说很多年轻人都到旧金山去住了 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时尚 因为呢 虽然说这个费用稍微贵一点啊 但是呢你住在那边呢 你的创意会增加很多倍 没错 其实李孟贤是在2011年就任旧金山市长的 那么众所周知 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发生在2008年 也就是说在李孟贤就任市长的时候 旧金山仍然在为金融危机的后遗症而苦苦挣扎 那面对巨额的预算赤字和10%以上的失业率 李孟贤努力将商业带回城市 他大力推进旧金山成为全球创新的中心 并带动城市财富的巨大转变 那也成为将旧金山成为了科技发展和成长的加速器 使这个城市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李孟贤在任期内呢 旧金山的失业率一度从10%降到了3.2% 在美国的各大城市 这个数字其实也是居于最低的支列的 刚才讲到他对旧金山的巨大的贡献 可以说是在历任的市场里面 给旧金山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同时也造成对他的政绩 诟病的一个理由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经济的高速的发展和科技的引进 造成旧金山的房价和房租的一个大幅的增长 增长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纽约的曼哈顿 那么据一个数据公司Zillow的数据 旧金山的中卫的房价 从市长当时刚上任的65万多美元 已经上涨到了现在2017年的125万美元 那么租金也非常的高了 现在在旧金山租房的平均租价 是4300美元 那么这个就把大部分的中产阶级赶出了旧金山 因为没有办法再负担这么贵的一个房租 其实这跟他的过去理念是有一些不一致的 对 因为他在11年的竞选担任市长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承诺 他说要让旧金山可负担的房屋增加 解决大家的住房问题 然后让社会更加公平 所以这些反对他的人就说 你看你当初提出的这些 但是你现在做的事情 这个结果是适得其反 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政治家 任何一个创新者 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都有一些效 可能产生那些 他没有预想到的效应 没错 其实他也正在想办法 让旧金山在改变居住的环境 和居住的房价 是的 没错 林孟贤市长在任期内 旧金山这个城市的人口统计 发生了一个很巨大的变化 那么以前是白人占多数 那么从2012年开始 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 旧金山居民中21.4%是华人 那在全美所有大城市 中华人 中国人的比例 华人的比例已经占到最高 那么在一个华人长期受歧视的地方 而选出首位美籍华裔市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么作为一个移民的后代 林孟贤始终关注的移民的权利 一月份在他的国家地位演说中 坚定地表示 旧金山的今天 明天都是移民的保护区 对 我还记得他当时的那个演说 我觉得他每一次出来讲的时候 都特别地感染观众这种气氛 有影响力 我觉得他真的发自内心 每次听他说话的时候 那种感觉特别具有感染力 特别发自内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旧金山 也是全美国的一个巨大的损失 那么我们讲到的只是 他在科技和对旧金山经济方面的一些贡献 因为作为贵国创新频道 其实我相信所有的科技界人士 都看到了市长这些年的不懈的努力 他也会作为一个 我觉得像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永远地载入美国的政治的史册 是的 那么其实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很想提醒我们 叮叮电视的所有的朋友 那么在你们的工作之余 要关注自己和关注家人的身体健康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的确是 好 那么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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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